欢迎回到周一频道 今天我们来测你主动联络会不会对现在的局势比较好 那不管说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没有交往,交往了,分手了,什么东西的 都可以来测,反正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都来测好不好 我们来看哪一个状况你会比较好应付现在你的情势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冥想 我们先想一下,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然后我们想一下你跟这个人的相处过程 这个人对你的感觉 这个人跟你做了什么事情 会导致你们现在变成这样 想一下,还没想好帮我按暂停 那想好了我们来看咯 今天要三负 所以这边是1 然后这边是2 这边是3 那我们就先从1咯 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 有没有帮助 哇 第一张牌就开出一个大难关 Finance and Career 这张牌直接就讲了 你们现在这问题点为什么会分开 可能是因为对方事业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他很注重他的人生 或者是他 他对自己的人生比较规划 然后你可能爱到他的路了 所以他把你抛弃 想要自己先把他站起来 然后再来管你 这都有可能 因为这张牌 其实是人生很大方向的牌 可能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顾不上你 所以还会先跟你分开 可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去找他的话 我觉得光从这张牌 后果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对方就已经因为一些事情先离开你 你现在又再去找对方 然后对方也不会理你 因为他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你知道吗 有这种梦境 通常事情处理完才会来找你 好不好 光光第一张牌 我觉得好像是讲完了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你们发生什么 好不好 欸欸欸 OK 应该说对方有想要找你 对方有想要找你 只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 所以还没有办法来找你 他这边的圣杯 有人会解释成小三或是幸欢 可是我这边感觉不是 是因为 是因为事业 人生或者是其他家庭因素 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来找你 所以他其实也很想啦 从那张困惑的来 我就觉得他其实有那个想法 只是没有办法 OK 人生比较重要 因为你看人家还要养老欸 然后还要帮他的家庭出一份力 加上现在多帮看这支影片的有很多女生嘛 好对方可能会需要兼顾这个社会 男性对男性的一个很高的期望 其实他们压力也是很大 你就体谅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们再来 好啦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 嗯 哇 OK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The Hermit 也是 好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星星嘛 其实他可以指引 就是说城市 他真的很想要朝你走来 好 只是他现在被困在一个地方 那被困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啊 Finance a Career 他有一些自己的家庭因素 或者是经济困难 导致他没有办法主动来找你 那其实这种状况啦 我是觉得你不要主动找他 因为你主动找他事情不会变好 就算你主动找他也会被他敷衍 好 因为他现在的专注的注意力不是在你身上 所以你干脆就让他自己先去 自己先去把东西处理完 那我是没办法跟你保证多久啦 这因人而已 你不要问一个大众占谱说多久 所以说 好我们再看第三张 哎呦 我跟你讲这张真是好牌 皇后牌 可是不是好牌就代表说 要你回去找他 我的意思是说 好牌代表 你在他心中其实是一个皇后 我跟很多个战人都这样讲 就是有抽到这张牌 其实你在对方的心中一定有一定份量啊 The Empress 好不好 The Empress就是一个很美 好低位很高的一个皇后 所以其实你在对方的心中 算是放在一个很重的位置 不然他也不会为了要先去 拼他的事业离开你啊 然后再回来找你嘛 对啊 只是有的时候可能讲这些 跟女生不太懂 因为女生会比较感性 会比较顾现在 可是男生会比较顾长远 可能会先顾到他未来的路途 跟企划案件之类的 所以当他觉得 就算他今天有空好了 他也会为了那些空余的时间 可能去休息或者是干嘛的 因为顾女人就是很累啦 好不好 如果说今天我以男人的角度 可以跟你讲的话 虽然我说我不是男人 不过 我大概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 所以 当然这边又是大牌 其实这边我就不太建议你 选到牌主1 一定要去主动跟对方联系 因为其实就算你主动的 下场也不是太好 因为对方就已经躲起来了 你要叫躲起来的人来找你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你再怎么躲都找不到 好不好 所以选到牌主1的人啊 我不建议你去找 好 不过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 对方是心里有你的 好不好 而且还把你放在一个 还蛮 重要的位置 OK 好啦 那今天就很快速的解惑到 你们心中疑惑了 这样 这样我们就 换牌主2咯 很快 好 我们来看牌主2 你们该不该跟他 主动联系好不好 Chemistry WOW 你们两个有很高的链接 有 你们有 很棒的那个磁铁相吸的感觉 OK 代表对方 其实对你蛮上心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要不要主动联 会不会比较好 Queen of sword 其实这张牌我会觉得 是你们现在的状况 你有可能是风向星座的 可是我不能保证 看牌主2的人一定都风向星座 我们今天不讲星座 我觉得你 你现在状态 可能刚分手或刚分开 或者是 就是没有很久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很急的想要跟对方讲开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他这边逆位 让我觉得你现在 你现在的你不像是你自己 不像原本的你 你可能 没有思想的那么周详 周到 然后就被冲昏头 就想要一股脑热的 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 可是原本的你不是这样的 原本的你是正位的皇后 你是想很仔细 而且很不会那么冲动的 就想要把事情了解 你会慢慢一步一脚一地去得到你的目标 可是现在呢 你因为状态不好 你被这个东西给影响了 被这个爱情效应 这个东西影响 导致你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想你的未来 所以导致你可能 现在你说什么 或者是你主动联系什么 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状况的好 OK 那我们再看第二章 真的 Nine The Devil 恶魔卡 你现在状况 真的是 好像有一个恶魔一直叫你 赶快去跟他联系一样 然后就一直 好想要去 好想去跟他联系 我就根本是细心解决这样 然后你就是 为什么我这边抽到的 There is a strong magnet attraction here 有没有看到这边 Devil卡就是代表 完全代表着这个 这个词 Strong magnet attraction 因为我这边 你看到你们有一个锁链圈住 你们两个真的是 有一种很强大的吸引力 让你很想要去 赶快把事情解决 所以让你没有办法 头脑 你头脑有点大截 想不清楚 你现在到底要该怎么做这样 OK 所以这边 我就觉得你跟他 你要赶快跟他讲开 你很像恶魔耶 好可怕喔 好 不看你 Judgment 好 我觉得 嗯 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 宇宙会引领到你 正确的时间 我觉得选到这张牌的 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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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跟对方 主动联系 好 虽然说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跑去看其他选项 而是不是我都说 不要主动联系 可是 我今天看到牌组 我就觉得啊 我就这样觉得 要听不听随便你嘛 反正我只是 靠北 你还要骂张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呃 我的牌爆掉了 所以他有点生气 好不好 他觉得 生气 为什么 为什么牌都给你 你还要再抽 好了 我的意思是说 嗯 因为这边是从 审判牌Judgment 其实你现在 就算 你现在 你现在行动了 因为你现在其实状态不是很好 你又有一张恶魔牌 在你的 主 主导权 然后又一个 很严重的 吸引力 导致你现在 就像我刚刚讲的 可能恋爱冲骨你的头 你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思考 到底 你主动联系了 你是要去闹对方 还是你是要认真把事情讲开 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算你今天 很认真的想把事情讲开 可能现在的时机也不太对 你知道吗 因为这边有一张恶魔牌 又有一张审判牌 代表时机未到 你要等候佳音 或者是你要等候更好的时机 才有重生的意思 因为现在的你我看到的是 Queen of Soul的 逆位 逆位通常状况不是太好 可能对于你现在的一些发展 都不是会有很好的状况 OK 所以我很不建议 选到牌组二的人 你要再去主动联系 因为就算你主动联系 就像我刚刚讲的 可能又会发生一些 你不是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你又会更厌恶你自己 然后又会 你的恶魔在你心中 又会一直叫你去把它化解 然后去可能又会造成 更无法挽回的情势这样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 而且哇靠 今天的牌很神奇耶 都有两张大牌 所以这都代表了 我觉得 最好是 我跟你讲 什么全到牌组二的人 什么最好的时机 什么就是你当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清醒了 你自己清醒了 你对感情的 这个态度是清醒的 你不会再被这个恶魔给主导 主导你的感情的时候 你再去跟对方讲会比较好 你就不会是用闹或者是 用其他状况 然后跟对方要赶快讲开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比较理性一点点 因为现在的你是逆位 我希望你跟他讲开的时候 是正位的你 OK 那不过不是现在 不过我是觉得你们 再过一阵子是可以联系的 好不好 再过一阵子 那这什么时候 一阵子是什么时候 你当然是你自己判断啊 因为你自己最清楚 你自己什么时候清醒 你有看过你自己清醒的时候 对不对 你有看过你自己还没有交往 还没有谈恋爱的那时候清醒的你 所以你看过你自己清醒的你 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讲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你自己联络会比较好 不过不是现在 不过那时候联络的话 如果那时候的你联络的话 那个恶魔牌就没有了嘛 你就不是恶魔 你就不是被你心中恶魔影响 然后去为了要赶快把你们两个合在一起 才联络的 那时候的你是很清醒的 而且得到的答案你会是你要的 好吗 不过不是现在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的清醒 你自己想想看好不好 好 以上就牌组二了啊 然后呢 谢谢你们观看 我们今天就很快 赶快让你们解惑而已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频道 赶快订阅 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牌组三 你们应该要不要 好主动联系 Attraction let go of control 你们两个跟 不是啊 你们跟牌组二其实有点像 有很强的吸引力 没有错 可是你们要let go一些东西 let go of control 你们现在的你可能 很想要把一件事情发展起来 很想要赶快抓着一件事 就是赶快起来 导致情况没有办法 如你所愿的发展 好可能你 取到这一组人 可能多半已经试过 去跟对方联系了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结果 得到的反应不是太好 那因为你可能 太想要一件事情 怎么样发展 导致这件事情 一直是反方向运作的 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该不该 主动 The Emperor 你一位 我觉得对方有点火 或者是你有点冲动 我是觉得应该是你啦 你有点冲动 可能 你不太会听别人的劝道 然后直接 就算朋友跟你说 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不太好 你不要去跟他 讲开好不好 然后你也不会听 你不会听 你应该有讲 你应该有已经 已经试过了 这一组人 我跟你讲 一定80%的人 来看这一组人 你一定是 有去 主动联系过了 好不好 然后结果得到的 回应不是那么的好 哇 又一个火 哇 你们这一组人很火耶 College of Wands 而且你们其实还 没有很成熟 大概 我这边不讲年纪好 我光讲心灵成熟度 就不是太成熟 很像小孩子 可能你很想赶快把事情解决 就跟前面几组一样 其实 我觉得可以感觉到点开这一组影片的人 都很冲动的想要赶快把事情解决掉 可是你知道吗 冲动没有好下场 因为我自己就冲动过了 有兴趣 我在跟你们分享冲动过后 你会有什么后果好不好 真的很糟 而且我看到Love Emperor 这边 你整个是一个 因为这两个 这边都逆味 但我觉得 哇 你的整个是冲到爆耶 你想要赶快把事情解决 很冲 而且状况很差 因为现在的你 牌组二 我看一下牌组二 反正你一定又会去偷看别的牌组 有没有叫你要行动 所以我都会直接来跟你们讲 牌组二人至少它是风向 它是风向 它比较还能 还有一点点理智在 你们这一组人应该是完全没有理智 可能就是想要赶快把它解开 然后赶快觉得说 为什么对方要拖那么久 到底在拖什么东西呀 然后你们面对到的对象 应该是 图像星座的人 要嘛就是 风向星座的人 反正不会是火像 因为火像会急着解决 所以你们这一组的人 会很急着想要把全部的事情解决掉 然后因为这边都是火 然后都逆味 可以代表你们现在状况 糟就算了 还想要赶快把它解决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哇哦 诶刚刚真的被我给他讲中 我跟你讲啊 你们的这个对象一定是火像 不是啊 不是啊 图像 因为我对象 所以这两张 整个完全对应到你们两个 一个是你 一个是他 OK 所以你们现在在处理的对象 如果是图像星座 我跟你讲 我很建议你们其他排除三人 不要这么草率行动 你们可以行动 没有错 可是在什么时候行动 当你自己没有那么草率 没有那么冲动 没有那么的想要 赶快把自己的激动解开 因为就像我跟排除二讲的 你们应该有看过 你们是什么时候 是清醒的状态 好吧 就是没有被爱情冲昏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你 你会怎么样做抉择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 你站到是第三角度的人 来看你们现在的状况的话 你会推荐这个人 赶快去主动联系吗 你把你的角色抽出来 今天假设你是用我的角度 来看你们两个现在的状况 你们两个的状况都是很冲动 不是 你的只有你好 只有你的状况是很冲动 然后 因为我这边两张都是另一位 我觉得你们 你跟你心中想的这个人 你们两个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可能都在负面能量里面 或者在情绪低迷的能量里面 那这种状况 你们两个 你觉得我光刚刚这样叙述下来 会建议你们主动联系吗 不会吧 对啊不会啊 所以啊 Legos of control 你们可以联系 可是不是现在 Legos of control 就是你们要 你们现在把事情抓得太深了 譬如说我今天很想要赢 我今天很想要赢 我超想赢的 可是偏偏 最后结果我没有赢到 我没有得到 好 其实很多原因没有得到 可能我自己不够努力 或是怎么样的 可是多半是因为我 太想要得到了 好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适得其反 好 有时候 你到一个程度 抓到一个程度 抓到一个程度 你没办法让事情 随着宇宙自然的发展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今天抓得那么紧 那么紧 假设今天这支笔 这支笔 是本来你们两个都有机会 可以顺利发展 可能又还会回到彼此身边的笔 的一个机会 结果你 你的手抓得很紧 请问宇宙要怎么帮你把这个机会 给拿出来 要怎么帮你把这个机会给拿出来 然后 让你们两个能够顺利的 再回到彼此身边 没有办法 你抓得那么紧 抓那么紧 我要怎么拿 对不对 宇宙要怎么拿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 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拳头 你们的这个 控制力 你们的控制力 稍稍的把它放松 放松 放松 你看宇宙就可以把你抽出来 你们就这个事情就可以操着你们想要的东西发展 好 就不会那么的紧 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不会像我今天抽到都是火 你们两个都是火 都是火 你们都是火就算了 然后状况也不好 因为你们就一直这样抓着 好 就很像火一样 一直烧一直烧 烧不停 好 所以 我建议排阻三的人 听我这边 可以联络我 什么时候 当你刚刚 像这样 放松的时候 就可以联络了 好 那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就不多说 那个状况是什么 你们自己知道 你们自己松的时候 什么状况 是什么状况 好 以今天站在第三人的角度讲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才值得你去主动联系 OK 好啦 那 我只能说 对方他目前的状况也不是太好 可能在负面能量期许当中 那 当你们两个都是往下消沉的负面能量的时候 这时候相碰 不会有好下场 要两个人都是正面相碰 才会有好下场 OK 好 那以下就是需要排阻三人的话 然后今天 好啦 老实讲 今天三组 我都不建议你们现在主动联系 可是我有建议什么时候联系 好 什么时候联系 所以 现在的你们 因为 其实多半啦 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 好 可能你们已经想 想 没有想很久 然后就急着想要联系 所以很冲动 那 我希望这支影片有解到你们心中的疑惑 好 我刚刚好像忘了讲排阻一的人 诶 什么时候联系 有有有 我有讲 好好好 那这样就OK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啊 我们就很快让你们知道 然后 有点像是开 开 开导你们吧 OK 好 那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有兴趣再看下一部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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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